我們左邊那個港叫森澳港 這也是著名的風景區 那右邊上去 如果從右邊這條路進去 上去山上就是九份 我們很快就會到達陰陽海水南洞停車場 森澳也叫做環澳 我想這也是很重要的 我們看一下 來各位 我們看到海南上有個石頭很大 那是什麼 雞龍魚 龜山島 有沒有看到 我們看到海岸上會有個石頭很大 因為今天看不到 有沒有看得到 那個是雞龍魚 雞龍魚 對不對 你不要這樣講說 還要再強調嗎 難不我告訴你一堆島一上 以前不熟的時候 我們看到龜山島了 這裡看不到 我們要看龜山島 還很遠啊 那請問一下 我們現在看到這個雞龍魚的海叫什麼海 東海 你們兩個猜猜看叫什麼海 東海 東海嗎 確定 不是太平洋嗎 還沒有 沒有錯 我們現在看到的海不叫太平洋 很多人還是搞不清楚 出來就看到說這個叫太平洋 錯 這個海叫東海 東海很大 東海到哪裡 東海一直到三雕角都是東海 可是很多人真的不知道 只要開上台二線走東北角 哇這太平洋真的非常的漂亮 我們要看到太平洋 還遠了 要到三雕角以下 才叫太平洋 這裡是東海 所以要到宜蘭才是太平洋 這裡是東海 這裡是東海 那這裡的東海 出現幾個海洋之源不同的地方 因為它不是太平洋的黑草 它是所謂大陸的青草 所以海之源是不太一樣的 等一下我們上去陰陽海的時候 就開一下就知道 那我會簡單給你介紹 我們到了陰陽海 會讓你下車上市 然後走路 最後請原路回來 回到宜蘭車上來 最後請原路回來 回到宜蘭車上來 我會跟你報告幾點 回到車上來 那我們會上去 大概會介紹哪裡 會介紹13層 來我們看左邊 那個就是基隆雨 海上站的一個島 那叫基隆雨 基隆雨 這個地方要爭議 有非常大的 就好像那個什麼 我們最近不是國土也在講 那個到底要叫鳥還是叫鳥 所以我們不要去爭議 對我們來講 小老闆姐來講 那個不重要 它叫基隆雨 不是基隆島 因為它靠近基隆 它屬於山湖礁島 台灣有很多山湖礁形成的島嶼 像小琉球 小琉球 也是標準的山湖礁島 藍也有一部分 也是山湖礁島 壁島也有一部分 所以到他們那邊去看 主要就是看山湖礁 甚至於到了墾丁 墾丁 設頂公園 還是看山湖礁 也就是說 這個地方就在在都證明 科學家科學家的認知 在1億八千八百萬年前 台灣還存在水利年 1億 我們會曉得1億八千八百萬年 大概是多久 我們人類也不夠五萬年 五六萬年對不對 你看1億八千八百萬 我們連到了八百萬都還不到 所以你想想看 這個地球的石頭是多麼的老 多麼的老 所以1億八千八百萬年前 歐陽板塊跟所謂的太平洋海板塊 兩個在推進的過程當中 太平洋海板塊 不曉得什麼因素 吸收海裡面的鐵分 吸得太多太重 它就往下沉 往下沉 一壓 再往前推 就推到了我們台灣 這個所謂的歐陽板塊 邊緣的腳底下 也就是說 現在太平洋海板塊 是被我們踩著 我們的土地的下面 每年用5公分的速度 往我們這邊送 它在送喔 所以為什麼我們天天在地震 早上有地震 有那種感覺嗎 淋層一點都有地震 唉 不大 不大 我當時還在 因為今天要帶這個 有點幸運過度 睡眠不足 我是第17組 叫睡眠不足 我還沒睡著 現在說 有在地震喔 輕微的震了一下 可是好像 中央氣象棋 這個回頭 他不想抱 為什麼 中央氣象棋 上次發表了一個 科技的心臓 我覺得蠻好